一集賽事 世界棒球十二強 正用台灣和日本共同主辦 二十號舉行宣傳記者會 除了官方logo亮相 賽程也一併出爐 十月九號起 在台灣進行分組 單循環預賽 到八強單淘汰 四強與最後決戰 一是日本 日前有媒體報導 開幕戰將在日本舉行 棒鞋做出澄清 那日本確實有提出說 是不是他可以把預賽的一場 可以就像有些奧運提前比賽一樣 他把那一場拿去提前比賽 他們在提出這個構想 我們基本上也覺得 這裡是不錯idea 但不是開幕戰 開幕戰確定在台灣 世界棒球十二強 結算2014年各國棒球積分 決定參賽隊伍 日本以785.18分 積分排名第一 美國古巴緊追賽後 台灣以605.48分排名第四 預賽將分兩組 單循環取前四晉級八強 日韓方面已經確定 由國家隊一軍參戰 中華隊期望號召中職球員 組成最強國家隊應戰 體育署將在棒協與中華職棒和球員工會之間扮演潤滑季 世界棒球十二強 11月開打 主辦一級賽事與統籌組訓相關事宜 正考驗著台灣棒球界 軟體新聞採訪報道